关怀老人上不止政府努力 民间也有许多用心的团体 像是台中市仁爱之家 在二月成立的动灵乐团 由社工和造福人员 带着37位失能或失智的长辈们 进行音乐舞动还有乐器表演 虽然成立不到半年的时间 但他们已经有出团表演的经验 而且这样的音乐治疗 也让长辈们的身心状态不断的提升 在专注力还有认知功能上 都有明显的进步 双手拿着拍打响板 跟着音乐节奏舞动 动灵乐团里的长辈们 还有造福人员 大家一起动起来 在披头四的经典歌声中 大家仿佛像是参加派对 活力十足 成立这个动灵乐团 目前的团员大概是37位 这里面的长辈 失能失智跟健康的长辈都有 那我们执行了半年来 我们做了一些前后册 我们发现说这样一个音乐的治疗 它过去大概是被认为是辅助的疗法 那可是对于我们这37位的长辈 在整体上面 不管是认知的部分 或者是心理的部分 都有很大的帮忙 台中市仁爱之家在二月成立动灵乐团 由社工和造福人员 带着37位失能或失智的长辈们 进行音乐舞动及乐器表演 目前已经练了不少曲目 包括时下流行的小苹果 以及古典乐曲 双音进行曲都是歌单 春丽半年时间已经有出团表演经验 我感觉他们也是跟我一样 非常热在其中 那个氛围 非常非常的好 很幸福 就像一家人这样 因为回来以后他们会分享 会说那什么时候可以再去 还是看小朋友 然后会说 可不可以有制服 会有一些些 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再出去 这是他们回馈的 每周定时定点 带着长辈们进行音乐相关活动 这样的音乐治疗 也让长辈们的身心状态不断提升 在专注力及认知功能上 都有明显进步 仁爱之家也积极劝募 盼各界能够多帮忙 希望可以成立二军或三军 让长辈们可以活得快乐 有尊严 较宗环流军 台中采访报导